专心的回拍集球 这里是软软运动公园网球场 在进行地平及照明设施改善后 整个球场环境患然一新 让球友搭战很有感 已经使用育20年的软软运动公园 设有直排轮溜冰场 网球场及篮球场等 为了提供民众更好的运动休憩活动空间 在立法院蔡世英协助向中央争取补助 1945万元 及金融市政府自筹1458万多元 依序进行环场步道 儿童游戏场及各运动场地地平及照明更新优化 希望提供民众更完善的运动休憩活动空间 这个的场地基隆有时候常下雨 所以地平是需要整理的 那这一次的启用是针对球场的地平跟灯光的改善 因为这边尤其在晚上的时候 不会干扰到旁边的住户 所以喜欢运动尤其白天上班 晚上回到这边运动是最好的一个场地 长期争取软软运动公园优化的当地市员 呼吁爱好运动的民众多多利用 并期待在多雨的基隆能争取设置更多风雨操场 民众本身是篮球很重度的爱好者 所以这个场域其实我昨天才在这边打过 那这个地平翻修完毕之后 跟我们球友来聊天都觉得非常的好 那包含旁边的网球场 其实因为网球设备其实最重要是夜间照明 那恩典也在这里期待我们基隆多雨的天气 那往后再继续努力能够争取这个风雨操场 让这个冬天我们多雨的天气 更多的人能够来使用 蔡适应者强调这是第一阶段改善 未来如果有机会将规划增加风雨球场的数量 让基隆市民不受气候影响 随时享受运动乐趣 这是第一阶段 那我想适应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也许我们要增加风雨球场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虽然目前我们在各个学校 很多学校都已经有风雨球场了 或者在很多学校都有所谓的儿童游乐园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甚至已经做到风雨半风闭式的方式 但我希望像轮轮运动公园是全基隆市最大的运动公园 也是唯一的一个 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增加更多的半风闭式的建筑 让各位民众即便在下雨的期间 仍然在这个地方能够很顺利的来做运动 请起用 哇大家总声鼓励 市立体育场方面表示 这一次整修除了解决过去场地不佳的问题 连周边厕所都大幅改善 金融市政府会加强管理维护 也呼吁民众共同爱惜使用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导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导 请起用